大家好,我是思凡 在正式开始讲卡夫卡的攻略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持续伤害的概念 首先明确一点 持续伤害不能暴击,所以不持双暴 目前在奔铁里的持续伤害一共有四种 触电、灼烧、风化和裂伤 对应的属性是雷、火、风、物理 当对应属性的角色对敌人造成落点击破后 除了击破的那一下伤害以外 还有很大概率可以给敌人挂上相应的持续伤害 不同属性的持续伤害 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基本的计算公式如图所示 基础伤害等于击破奇数乘以 持续伤害倍率乘以括号一加击破特攻 其中击破奇数这个值是和角色等级挂钩的 例如一级击破奇数是54 40级363 70级2659 80级3767 属于是等级越高收益越高的类型 所以如果有角色主打击破 那么它的等级必须也得拉满 持续伤害倍率和角色属性有关 像是灼烧其倍率就只有1 触电的倍率为2 基础伤害会更高 分化的倍率同样为1 但它可以叠加 只要你能反复给敌人打出落点击破 那就能一直往上叠 最多叠加5层 击破普通敌人是挂1层 但精怪和boss类敌人是挂3层 猎伤比较特殊 它的攻势是 基础伤害等于7%或16% 敌人最大生命值百分比 乘以挂1加击破特攻 具体是7%还是16% 需要看敌人的类型 普通类型敌人就是16% 精怪和boss类敌人就是7% 需要注意的是 猎伤的基础伤害是有上限的 不能超过角色击破敌人时 造成的落点击破伤害 也就是2乘以击破技术 乘以任性系数 乘以挂1加击破特攻 不过这个限制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我们就不想看谈了 以上持续伤害都会持续两回合 持续期间同一名角色再次击破 会刷新持续时间 分化除了刷新之外还会叠层 其实从上面的公式我们就能够看出 哪些持续伤害好用 哪些就不好用了 灼烧 作为持续伤害来看的话 其实是属于最没用的那一个 触电基础伤害高 分化可以叠层 猎伤是百分比伤害 都十分适合DOT玩法 不过以上呢 都属于是击破持续伤害 只是游戏中的其中一种持续伤害 还有一种持续伤害是角色技能或是光追给的 像是卡卡终结记的触电 机子天赋的灼烧 光追持续等待的游丝等 这也是游戏中的第二种持续伤害 这些持续伤害本身就拥有一个倍率 它们是不吃角色等级和击破特攻的 其基础伤害构成为 基础伤害等于攻击力乘以技能倍率 除此之外的性质和击破持续伤害都一样 桑婆的技能挂的分化一样能叠层 卢卡的猎伤有百分比伤害 卡卡的主要DOT伤害来源 就是其技能挂的触电 击破因为起不稳定性 其实我们通常不会去专门堆它 除非有特殊的额外收益 而且boss类敌人的韧性条约比较长 很难做到快速击破 实战中技能持续伤害占大头 击破持续伤害只占不分 所以其实按理来说 灼烧也并不是完全不适合打DOT 万一以后给你出个技能持续伤害倍率很高的火系角色呢 那其实也完全可以玩 那么关于持续伤害的基本信息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该进入正题了 卡夫卡 我发现你们喜欢叫他妈啊 但我是把他当老婆养的 所以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各叫各的 我管你们叫哥 你们呢就管我叫B*** 说正经的 先简单说一说卡夫卡的技能组 终结季 卡夫卡最为核心的技能 给敌方群体造成一个雷属性伤害 并且有百分百的基础概率 可以使敌人进入两回合的触电状态 同时 大招还能立即引爆敌人身上的触电状态 注意引爆是不会消耗原本持续伤害的回合数的 所以敌人身上的触电状态 在卡夫卡的大招结束后 依旧可以持续两回合 还有就是 引爆的DOT并不属于大招伤害 他们依旧算作持续伤害 除了卡夫卡自己挂的触电伤害以外 吃的也并不是卡夫卡的加成 比如说 卢卡挂的猎伤被卡夫卡引爆 那这次猎伤 吃的依旧是卢卡的加成 而非卡夫卡 这里的大招效果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 先给敌人造成雷伤 然后挂触电最后才是引爆 所以仅一次大招 我们就可以做到给敌人挂触电同时 把引爆 功能性非常强大 另外在加点的时候 我也推荐大家优先把大招拉满 因为他的持续伤害倍率提升真的很大 一级只有115% 但十级就有290%了 而且这个触电倍率是卡夫卡的核心伤害来源 其他像是密技 天赋 挂的触电都是这个 在配合上额外能力 卡夫卡的大招是可以引爆所有持续伤害的 但这个大招的收益有多大 不言而喻 卡夫卡战绩能按一定百分比 立即引爆敌人身上的持续伤害 这个引爆同样不会消耗原本持续伤害的回合数 性质和大招的相同 该战绩为扩散伤害 但只有中间的那面敌人可以引爆 需要注意 卡夫卡的战绩和普攻 都是不能给敌人挂触电的 通常我们开局打一个战绩 更多的还是为了回能 以及挂上光追 持续等待的游丝状态 这个游丝状态也被视为触电 是可以被战绩直接引爆的 所以假如开局卡夫卡 是只差一丝能量就能回满的情况 这使我们放普攻的手艺就会更大一些了 可以节省一个战绩点 卡夫卡的密技 应该是一个圆形的范围伤害 包括前后左右都能打到敌人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是可以做到同时开一堆怪的 混沌回忆里 我们也能同时开两只怪 卡夫卡的密技 主要功能还是给敌人挂触电 因为战绩普攻是不能挂的 所以密技就成为让卡夫卡 开局最主要的挂触电的手段了 因此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选择用卡夫卡来开怪 卡夫卡的天赋 当队友对敌方目标释放普攻后 强谱也算 卡夫卡会释放追加攻击 立即攻击相同目标 并给奇华上触电 该效果一回合只能触发一次 具体我们可以看卡夫卡 选上方的这个紫色点 来判断追加攻击是否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 假如队友普攻击中的目标正亡了 那么该次追加攻击是不会触发的 实战中我们可以利用好这点 把追加攻击延后 额外能力掠夺 触电敌人被消灭时 卡夫卡会恢复5点能量 实战中卡夫卡大招赚的还是挺快的 特别是对群的时候吧 基本上每死一个都能触发这个回能效果 额外能力 荆棘 终结技 密技 和天赋挂的触电基础概率提高30% 原本挂触电的概率是100% 现在变成了130% 根据公式生效概率等于基础概率 乘以括号一加效果命中 乘以括号一减效果抵抗 我们按90几敌人 40%效果抵抗来算 可知 我们只需再给卡夫卡堆28.2%的效果命中 即可保证100%挂上 卡夫卡的刑技已经提高了18% 所以我们只需在一切副词条上 再歪个11%效果命中即可 当然 像是一命和专务的效果是吃不到这30% 基础概率加成的 要保证100%触发要对的效果命中就有点多了 不过大多数敌人的效果抵抗 其实都是30% 甚至不到的 40%算是比较少见的情况了 所以实际上 仪器即便一点效果命中也不歪 就目前的环境来说 卡夫卡的触电也基本是能稳定挂上的 卡夫卡的光追和仪器选择 光追最好的依旧是专舞 其次是晚安于睡颜 以世界之名 延上记号 猎物的视线也能用 就是效果命中有点多余了 给其他DOT手会更好 其中晚安于睡颜 想吃满是有条件的 需要给怪挂上三种debuff 不过作为DOT玩法的卡夫卡和他的队友们 想给怪挂上debuff还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吃满的条件其实并不苛刻 如果精炼程度高 是非常好的武器选择 满进和专舞的差距也不大 仪器选择不多 目前来说四雷加太空分音战就是最好的选择 两件套其实没有什么争议 分音战提供24%的大攻击 非常契合卡夫卡 四件套其实和2加2的差距不大 除了四雷以外 二雷二攻击 二雷二速也是很好的选择 与四雷的差距也就有8% 大攻击力的差距 2.5个此条 一气歪一歪就能追回来的 不过卡夫卡是非常缺增伤区的 所以2加2里雷套是必须要有的 前面也说了 持续伤还是不持双爆的 所以卡夫卡的一技选择 攻击速度鞋 雷上球和攻击神就好 副此条看准速度和大攻击 其他像是效果命中 击破特攻 暴击率 效果抵抗 这些也是有收益的 说实话还是很好养活的 基本上主此条对了 副此条歪一歪就能毕业了 只要你不是追求极致的那种玩家 像是副此条 必须全得是有药此条的那种 那种确实是 要比正常一系也要更难刷一些 正常来说 主此条对了 卡夫卡就能用了 因为引爆的特性 卡夫卡的速度收益 其实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你有其他斗塔队友的情况下 卡夫卡的速度收益 是大于攻击收益的 速度越快 行动次数越多 引爆次数也会越多 斗塔队友越多 引爆的收益也会越大 所以我个人是推荐卡夫卡的速度 能往高了堆 就往高了堆的 也别太在意速度预值这种东西 环境是在变的 之前说速度最好134 但混沌回忆一改 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能堆多少就堆多少了 别为了拉点速度刷的心累 但要是你乐意 那就随意了 最后说一说 你要说能不能玩 那其实也完全可以玩 不过毕竟卡夫卡本身的行迹 就给的全是攻击和命中 说明官方给的主要玩法就是斗塔流 而且卡夫卡大半的倍率 都在持续伤害上 纸伤的倍率只能说 相比正常的五星输出 要低上不少 就算你是去堆双爆 也只是提升纸伤那一部分伤害 卡夫卡纸伤只占全部伤害的三分之一 双爆要是堆的不好 那可能还没有三分之一 但你要堆的是攻击 那提升的可就是全部伤害了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大数字 一个战绩三四万 觉得这个绝特真厉害 但持续伤害 其实在敌人行动开始时 也会触发一次 敌人动得越快 持续伤害结算的也会越快 所以单看引爆的伤害 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我也不排斥这种玩法吧 确实可行的 如果你没有好的仪器 是可以拿止尚流过渡的 但最终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DOT流 上限会更高 最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有人可能会想 那我不能既要也要吗 我在刷DOT流的同时 去把双爆搞好 不是无敌 我只能说很难 你用攻击的同时 能把双爆搞成40 80 我都觉得是逆天了 正常情况里 肤色还需要大攻击和速度 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队伍搭配 目前看到很多卡不卡的队伍 都是单C啊 我想主要原因 还是大家不想练C的DOT队友吧 其实论上限 还是DOT队友比辅助要强 而且强不少 不过其实我也没练好 所以就还是先说单C的玩法吧 卡夫卡目前能辅助他队友其实还挺多的 玉空佩拉 停云 银狼 压压 艾斯达 等都能用 但要说适配性最佳的 那还得是停云 加攻毁能加伤 全是卡夫卡所需要的 其次是银狼 不过银狼加弱点有随机性 而且是最单 属于是纸面实力就好的选手 艾斯达加速 也十分契合卡夫卡 前面也说了 卡夫卡还是很吃速度的 并且艾斯达也能提供不错的权队加攻 算是很不错的选择 佩拉更看环境 冰落点会更适合他 玉空的buff覆盖率低 敌面压压吃战机点都不太行 所以综合来看 停云和艾斯达是最好的选择 生存位 随意选择一个就行 因为卡夫卡是高速 所以最好队友们的速度也不能拉下 不然就光是在看卡夫卡在那吃点 就有产点都来不及的情况了 不管卡夫卡的速度是多少 队友的速度都最好在卡夫卡速度的附近浮动 就目前来看 单C的卡夫卡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起码在雷洛环境还是很好用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期混沌回忆的buff的加持因素 非雷洛环境还是有点吃力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任何DOT隊友的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DOT隊友的属性 来跨属性之法 桑博卢卡起码选一个嘛 有条件的可以两个都拉 我个人是更推荐卢卡的 不仅因为他是新出的 而且因为他是物理 物理其实很适合打DOT和GP 属于在所有属性里最适合的那一个 而且桑博有的 卢卡他都有 桑博是持续伤害一伤 卢卡是所有伤害的一伤 除此之外 卢卡自己能引爆自己的裂伤 而且卢卡其实并不能吃点 当然桑博其实也不能吃 总体来说 我觉得卢卡要比桑博更好吧 卢卡的仪器 我建议带拳王四件套 或者252弓 252速都行 二击破也行 两件套分印战或是新出套都可以 这俩都在一个本里 除了哪个用哪个就行 主辞条 攻速无攻 副辞条可以堆点击破 除此之外 主要还是大攻击和速度 光追方面 卡夫卡能用的 卢卡都能用 其他像是 卢卡本身的新光追也能用 再怎么说 也是配套的 看着会舒服点 桑博的话和卢卡其实差不多 仪器部分把二物改成二分就行 综合来说 有多特首的卡夫卡还是会更强 对我这也可以塞一个 把田云或是艾斯达奇 换掉 也可以两个都塞 配速方面 多特首当然也得向卡夫卡看奇 甚至稍微高一些会更好 这样卡夫卡开局就能直接引爆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还需要注意的 大概就是你的资源够不够了 说实话 真的养不过来的角色 就这点体力和信用点哪够啊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攻略的全部内容了 好像结尾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那就这样吧 如果有帮助到 你还请点个赞 支持一下我 喜欢我的视频 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思凡 我们下下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